頭頭頭頭這塊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在新德會找人點名他 最不適任 你不是跟他相當的我告訴你 你會害到啦 你不用科技還要逼我們這科技的 你是考試院的 你應該逼我比較分開比較正的 十年前喔 本院啊 就有做過 捷役啦 就是說機關 喔 約聘了 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你們知道嗎 是有這個限制 所以那時候 立法院還算不錯 要求各機關的時候 立法院本身就是到期就不續聘 立法院有做到喔 可是你們 沒有啊 你看數位部 你也看好了 數位部你敢有認同嗎 我問你 我剛剛問你就說 你跟賴清德的共識 對他的理解 他會同意現在 數位部這種做法嗎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組織 各組織可以 會不會超過百分之五的約聘人員 那他有時候組織法制會有特別的規定 那也 數位部啦 或金融機構 文化機構 都有這樣的規定 沒有啦 他有比較離譜啊 但事務上我跟委員報告他們也找不到那麼多人 現實上並沒有用到這麼多 不是啦 你賣錢賣你就黄黄黄黄黄的 全部你在那裡 九百七十幾個 那他是準備要聘用幾個 不用科企嗎 呃 其他機關 因為我記得在 科技啦 或是文化部 金融機構裡面 有的幾十個不懂 立法院也有啦 然後他還要持續從民間爭彩 這說到科技這多嘛 從民間爭彩 為什麼不透過考選來 有 我們有今年開辦了 資安的類科有 從今年開始 所以我們也注意到大家很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跟數位部一起來研究 然後在今年的高考開始我們增加了資安類科 現在用的這一些 你們開辦是今年嗎 什麼時候考 今年七月份高補考 我拜託你最終一下啦 是 就現在數位部已經聘用了這些人 有多少人去考 最後多少人通過 這個資料你最後你科技結束 你怎麼給我 好不好 您說的是他們 今年會有沒有來考的狀況是不是 就是 因為他已經聘用了 好 瞭解 好 所有課的 我要你報告這些資料就是說 我們立法院有必要去做這種人事任用的追蹤 因為你們不方便啦 我替你們做的事你知道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們的報告資料不會呈現他們在數位部工作 所以未來 你把報告的人 主要我就可以比對 主要數位部這邊願意提供名單跟我們來做比對 我們可以比對啊 因為他裡面請什麼人我可以幫他討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叫紅骨寶島 你剛剛講的有一個 討厭喔 討厭喔 討厭這種人會討厭 所以為什麼 賴清德會找人點名他 最不適任 頭一個要害特告的就是他 你不知道 你不是跟他相作為 我跟你說 真的啦 我問你會被害到啦 其實您剛剛講的一個問題很重要 很關鍵啦 就是說 其實真的是他們最大的問題不是考不考 而是因為薪資跟民間的落差真的很大 問題相對剝斗感就出來了嘛 他也不用科技 比我們這裡科技會比較多 你知道嗎 是 所以我們也希望人來解決這個問題啦 那你是考試院呢 是 所以我們就積極來推動 你應該比我比較分開 比較正的 因為這個他的組織法裡面的規定 是立法院立法啦 這麼多公務人員 大家都是經過考選 大家拚到出來 你們的錢比他們任意比較少 不跟他們切成 不是啦 這 我跟你說這不合啦 公務人員 如果起盤就對了 這個國家就倒了 對不對 我們的文官制度在亞洲 可算是數一數二 我是不敢你們說 讓一個部份把我們抹到整個都亂經 這不好 給我們說